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要把这地方做成四个 也就是变成一个环状的嘛 一幅一幅一幅这样子 总共会有四幅好了 那第一个呢 请你再切换到那个上四角 上四角 那我必须要做什么呢 用所谓的近色 近色然后把它选起来 空白一键之后的话呢 那第一个近色点的话 请你以这个端点有没有 左下角端点往这个方向 延伸 那你大概抓一下 这个距离的话呢 大概就是楼层与楼层之间的间曲要多少 你大概拉一个大概好了 比如大概这样子 好 点一下 那再来的话拉一个垂直 再点一下 这样的话再按空白键 好 另外一幅就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地方 有时候这个会不见 再把它回来一下 好 那再来上面也要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近色 选取这个物件 选好之后的话呢 再来按空白键 那近色第一点 用这个 这个 右上角这个端点往上 那距离你自己抓一下 大概就可以 大概比如说这个楼层 这边跟这边这一幅 之间的距离大概这样 像这样子 然后再拉一个什么 拉一个水平 点一下 再按空白键 这四幅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回到东南等角看一下 这样就一层了 一层之后的话呢 那当然你要看 你要爬几楼 几层楼 几层楼就利用什么呢 前面我们有用过什么呢 修改 3D作业 3D阵列 有没有 那3D阵列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呢 把这个楼层 我看不要盖太多楼 盖10层楼就好了 不然恐怕到时候会跑太久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你选择这几个 用虚线选会比较准 比较容易比较好选 好 选好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呢 这边注意呢 一般当然我们是用 因为往上爬 所以是矩形的 所以按Enter就好了 矩形 预设就矩形 如果它跳出是环形 你记得要把它改成矩形 R 好Enter Enter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列数呢 列数部分呢 我们一列就好了 一列 一列 Enter 行也是一行 主要是层 有没有 几层嘛 所以你看要爬几层楼 十层就好了 那你如果要100层也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等 等很久 按Enter 十层楼 然后呢 间距多少 间距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有画一个高度吗 就是这一层楼跟下一层楼之间间距多少 300嘛 对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喔 有的同学没有设间距 如果0的话 它就全部都黏在一起 那你要300 这里的话呢 就直接输入间距300 那当然如果你300多一点的话 变成楼层跟楼层间会有间距的 就320 中间就会变成20的间距300 这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爬楼了 这样的十层楼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看起来其实就有点像是有没有一个楼层 但是呢 这样一个楼层看起来好像不太够 等一下再多做几个 几栋楼 这个几栋楼就可以放在一起 就像一个社区一样 那社区底下 你还可以再做一个草皮之类的 把画面的一些话题给我一下试试看这部分